阴阳脸 我使得阴阳脸 很难受啊 这里面的光线真的太差劲了 反馈一下 臭臭的 真的臭臭的这里面 对 我在剧组啊 没想到我现在会播吧 唱了一天歌 给我唱麻木了我都 《南风云生》真的很不错 《声剑合适》 不是吗 你们都听了 谢谢《大猫三千》 3、2、1 回头 接不接心粉 那肯定一接心粉啊 拆切拆立吧 这还不够捏 看到我拍死了那部剧 去吧 对啊 不喜欢看乐剧可以去看一下 五福春和姐姐 看自己的剧我看哭过吗 有 还真有 重生33次 我那天追的时候 我看哭了 再还用力唱歌 那我也得唱啊 我不唱的话 对不上口型啊 自己最喜欢目前的 哪一部 怎么说呢 目前都还好吧 都还好 没有非常喜欢的 五福春和姐姐是我目前比较喜欢 反正心上的哪个我都我都喜欢 不福春和姐姐和南风过季 这两个我都挺喜欢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感情戏太少了 那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感情戏 它本来就是个复仇戏啊 三十三次明天上了 我也得这么说 今天上明天上来着 我听说是今天上啊 但我不确定 三十三次虐 王他 怎么说呢 就是 很甜也很虐 虐到罢了吧 就是微甜微虐吧 在哪个小程序看 你说的是哪个 你就抖音搜就行了 搜就能搜出来了 我不是很爱拍 我是没办法 我这张脸一个人放着呢 我也想拍那种甜剧 哎 你这样说回来 真的话说回来 我都很久没有拍过甜虫啊 对吧 我很久没有拍甜虫啊 重生三十三四 应该是我比较 放飞自我的一部戏了 就是 我觉得挺自己的 就是 没有那么多 不需要端着 我不需要端着去演 我有很多那种小表现 很久没有拍甜虫 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拍虐恋 对 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拍虐恋 一个复仇的人 那我没办法呀 我的路线就在这里 对吧 重生有六几 那我也不能 其实说来也难过 最近有两部 善宝的好片子 让我 都让我给推了 都是档期不合适 没拍照 很难过 就两个都还挺好的 没办法 所以我其实 我特别想按照 我自己的计划走 但是有时候 事与愿违 啥感觉 你想让我有啥感觉 我也想接甜虫 等有找我的再说吧 我这张脸不太适合拍甜虫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没有甲方看了 三十三次之后会让我拍 其实我拍甜虫我挺适合的 就研发不一样而已 我一直拍这种复仇的 其实都是在一个 研发里头 挺没意思的 这会儿再休息 春河的小表情也很多 其实春河 它前半部分 并没有那么多小表情 它都是很 引着来的小表情 它知道 我觉得它 今晚年它最可爱的是在 后面的琪琪 它是小表情很多的那种 它完全就是一个 放飞自我的一个 因为它前面 在当王妃的时候 它还是在被固着 那个人物设定里头的 它是个王妃 它也需要端庄一点 但是它也不时可爱 对 失忆之后最可爱 很多小表情 你们喜欢看我演可爱的吗 然后33次 就重生那个里头 那个人物设定也不一样 就是前面跟后面 前中 都不太一样 然后南风 南风是属于 就是纯复仇 他们有很多回忆线 他回忆的回忆线 可能就是跟男主 订婚 结婚 要戒指的那场戏 它是一个回忆 以前的 但其实那个上回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次 什么时候能和师范导演合作 有找过我 好像有找过我 不确定能不能合作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南风哭死 真的假的 我八月初回忆线 八月初回忆线 还能和安奈合作吗 不确定 一切都是不确定 没有定的事情都是不确定 有机会肯定会合作啊 对吧 南风有点用力过猛了 我就是不算用力过猛吧 我认为如果一个女人 她真的失去了家人 她的家人被害死 然后她遭遇了那么多折磨之后 她会疯的 她还给演影会 她会疯的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 就是能接受到这些打击 如果是一个正常人来讲的话 早都疯了 早都进精神病院了 人们就自杀了 对不对 人可以就是代入一下 我其实我南风 我这两天我就没怎么看 欢迎元宝 大家可以给元宝点点关注 不服车和姐宁里的小元宝 都会去 真的都会去 对吧 如果是我现实中 我经历这些折磨的话 我说话都不会这样说 我说话都不会像正常人一样说话了 我肯定 我肯定就是 我肯定会这样去演 你知道吗 就正常人 她肯定是疯了 你知道吗 她不可能在 就是维持到一个 就正常人的思路 去 去就是 去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她如果遭遇那些事情的话 她绝对会疯的 真的 如果是我 我肯定都疯了 男主说个傻话 管 就这样子 你知道吗 每个只要是正常人 遇到这种事情 她绝对 那要比 就剧里面啊 要就是 严重很多 你们可以想一想 你们之前看过的一些 就比如虐恋的剧情啊 我跟你讲 所有短剧里头的虐恋 这些事情放到一个正常 咱们生活中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身上 真的找到去 死了 真的不是我说 我之前演的那个爱你诚意 那不我演压抑了 你知道吗 我第三天的时候 我在 我去现场 我去拍戏的路上 我哽哽哽哭 就是我会想到 她那些经历 我就哐哽哭 你知道吗 就是我 我只演了三天的她 我就在车上 我就哭的 真的是不能 不能自已了 你更别说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正常人 这样的话 温言太惨了 温言是真的实惨 他是那种 温言太的这个虐啊 他不是那种 就是生理上的虐 他是心理上的虐 就是我演他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有点压抑的 闯不过气来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演南风的时候 我真的我只想发疯 我真的是想发疯 包括 那个叫什么 从告白开始 甜 甜 虐 甜 虐的 他其实也就 虐了一点点 他只是一点点的虐 虐的路线 他主打还是一个甜 但 骨科嘛 对吧 就还是偏虐的 但是 他还是很甜的 他的跟男主的方式 是比较甜的 像厨房是甜的 其实我演你 你是我姐啊 所以我也会发疯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正常人该遭遇的事情 你知道吗 甜甜的恋爱剧来一个 我希望我能接到甜的吧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心路就是 被现在复仇了 好像应该是我拍完 那个 他也偷吻我之后吧 真的是嫌 我还演了甜 虐 对 万千风情 云影 那个真的很甜 那个真的很甜 那个是特别甜的 还有 黄后娘娘今天离婚了吗 还有一个那个 那其实那一个月 我拍的都是甜剧 黄后娘今天离婚了吗 大佬 婚后被大佬宠坏了 还有一个 万千风情云影 那三个是我同一个月拍的戏 都特别甜 后来就再也没见过甜剧了 难过 我和王依然好像就没有拍过女脸呢 你身子不能坐好吗 身子都扭着了 我坐好我就看不见屏幕了 要不然你来我旁边 帮我把评论读一下呢 这个离得太远了 你要求好多 要求这么多 就别看我直播了 尝试横品剧 尝试尝试呗 有机会就尝试呗 肯定要尝试的呀 纯搞笑剧本 但是那个剧本没看完 其实杜姐给我重新发那个剧本 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给我发那个 就是十月份可能要拍的一波 那个我不讲了 就是我觉得那个女主的人设 她也挺颠的你知道吗 就是说很可爱 很可爱 但是就是拍起来会有点麻烦 我现在有点纠结 有要不要拍斗杰的那个 作者应该是万斗老师吧 万斗老师 就是会有点麻烦 拍起来会有点麻烦 团宠那个 你说哪个 就拍她 就拍她 有点纠结 我还没给逗杰回话 也是三个男子 不是 你们怎么知道呀 你们怎么知道呀 六姐全里都聊到天亮 啥是我聊的 对我只看了12级 但是我还没看完 我现在是好像只看到6级 而且十月份的档期 好早哦 现在才7月快8月了 两个月后的档期 我一点都不和 我一点都不和 杜姐群里都透完了 真的假的 豆姐是个大漏勺 渣女 没有这种本啊 我也想一想 乔瑞星内部没有续集了 但是她有小说 你们可以去看 别招了姐姐 希望在加拿大 也可以看到你的演出 好的我努力 下个月我就总共切了两步 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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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总搭一个人 我现在我没我一直都没有总搭一个人 我一直特别反感总跟一个人搭你们懂吗 我一直非常反感 我没有说一直要跟就是 我不是说反感吧 就是我不喜欢 我不太喜欢这样子的 所以我不可能一直跟一个男主大 我不可能一直跟一个男主大 我不可能一直跟一个男主大 而且我不是说就是比如说定谁啊 男主是谁 我也就只能有一个知情权 我没有选择权 也没有决定权 我只能我只能有一个知情权 我只能说老实在这个男主定的是谁 男主定了吗 要定谁 准备定谁 你们都备选是谁 我只有这些知情权 我什么都决定不了 组里面我能决定的就是我能不能接这个本子 就这么简单 有机会 缘分到了 那自然而然就搭了 对吧 你们说的这些男主我也很想搭 但是 咱们就是一个期待 好不好 就是一个期待 再活一点应该就能选了 你再怎么活你都选不了 除非我 除非我现在是我 我从内娱出来我来拍这段剧 我说我投资了 这都不行 我必须要我掏钱了 我花了我给这不去投资了 我要谁到我男主才能这样 知道吧 没有说就是绝对的那么的绝对 我没有签公司 这个珍珠 今天这个珍珠掉了两个那个什么了 两串的 现在在跟谁拍 在跟田阳 这个造型很喜欢 但是没人给我拍照 这也不好拍 就在那个什么 Live House 我没瘦啊 我昨天晚上回去还练肩了 我一边看春河体统 我一边练肩 练肺 就是这样子的 风雨 好的 有机会猴祖 不要刷疲劳老师 谢谢 有点憔悴 是因为这边光线不好 这边光线超级无敌的差 我这样呢 非常的不好 我们这没有楚光源 看到没有 没有楚光源 里面有个大灯 在里面受不了 我现在都拍一早上了 他们现在拍别人 我才能休息一下下 Vlog Vlog拍一半了 这个衣服其实我特别喜欢 你们记不记得 我过完年那会儿 安奈跟我说 拍一个黑道的本 记得不 记得扣一 然后这个礼服 我当时看有人拍照 我在抖音上刷到了 有人拿他拍照 穿着他拍照 我立马 我就是当时一个截图 搜索 然后我找到了 我当时就给安奈的那个 就是安奈的美术 我关系都还蛮不错的 我跟她说 我说咱们买这套衣服 咱们去拍那个黑道 那前几集 就是那个宴会的那个大 大舞台上就能穿 那个本超级无敌好 那个本真的很好 我觉得 就安奈他一定能拍出来 那种感觉 我说就买这套衣服 但是对他们预算说 有点贵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要一千块钱 这套衣服 我说你掏五百 我掏五百 咱们把这套衣服 A了 我这套衣服必须要拿下 就是我当时特别喜欢 这套衣服 结果我一来这个服 我又看到它了 他们买的 这套衣服超级漂亮 它整体都是珠子 你们看到吗 全是珠子 特别显身残 老贵气了 但那套衣服 不是 那个剧拍不了了 落背 落背 重圈挺重的 扣一串给你吗 不能 你想的有些美 安奈说我审美有问题 别说了 要洗了啥办 这个衣服就不会拿去洗 你知道吗 这就不会拿去洗 这洗了直接全掉完了 它就是拍戏的时候穿一穿 谁正常穿这个衣服会弄脏啊 弄脏它就不穿了呗 吐气 那你的审美还真挺跟我不一样的 你每次都会diss我 我们只能说审美不在一条线上 他们都说好看 反正弄脏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也不是我的衣服 我也必须要去操这个心 我一直挺不喜欢蝴蝶结的 我有什么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 你告诉我 对对对 我审美特别差 我审美确实挺差 没关系 你们使劲说吧 你们说了才能使我进步 我也不想解释些 有的没的了 没有意义 对啊 我又新买了条条纹裤子 我的新裤子也是条纹的 大家可以跟着我买化妆品 护肤品 就衣服的话 大家就别问我要连结了 喝到口红 我昨天买了三个intu your的口红 都无比的吵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照片了 就是我明明 我在我的记忆里 因为我买的比较久了 昨天才给我转到这边来 然后我打开了之后 我发现包装的挺漂亮的 女儿有点那种挺漂亮的 好一打开一上嘴 就跟眉图似的 首先我可能是我不太适合 我这种颜色的口红 真的非常的 什么色号我忘记了 又是三个小废口红 对还是999好用 999特别适合我 我那个风月里头用的就是999 我全程用的999 然后不复出和景景应该也是一项用的999 给你 给你 什么给你 我都用了 你还给你 行给给给给 给 给你俩一人一只 另外一只镜面的我留着 生日快乐 怎么保证皮肤或者是心情啊 就是硬撑呗 还能怎么地呢 就是硬撑呗 主打一个凹 我每天都会给自己心里面一个安慰 拍完今天还有多少天 没事快结束了快结束了 每天都要安慰自己 想给自己一个鼓励 拍完今天还是一个贴使 加油 拍完这个剧 马上叫接下一个剧了 加油 我每天都会这样发电 你懂吗 我最近皮肤状态还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就是可能你要困你就睡啊宝儿 好 你要困你就睡 我每天都会这样 老友叛逃了 对 然后先到下一个剧 就是拍着第一天加油 现在拍完还有五天 拍完还有四天 拍完还有三天 每天都会这样 第一天咋安慰 第一天一般是不安慰的 一般到第三天 我才会开始会安慰我自己 我口红啥颜色 你给int to your的什么颜色 我也忘记了 我昨天睡了七个多小时八个小时呢 昨天十点半就睡了 肩膀六点多气的 六点半气的 最快多就拍完六天吧 看几数呢 想看男主的 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男主啊 我直播间可能以后都看不到我的剧男主了 我接的太密了 我也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密 我想到神医师休息的时候 你也没看着 但是我会 我知道这个 我接的确实有点密了最近 我拍完九月份 八月份我就会休息一段时间了 但我休息的时候 我就会很难过 你知道吗 我就会容易积门 我是一个 非常容易积门的人 我不能休息 我一定要工作 一定要有事情干 在这种事 и看完 看来 我开始继续发了 对 我开始